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总算走完了 我洗完澡 浑身像散了架的机器 刚躺下 手机滴滴响得不停 佳佳 这才刚结婚 咱妈就把你拉到家族群了 看来是真重视你 老公张鹏顺手把手机递给我 还假装吃醋似的 嘖嘖两声 出于好奇 我网上一条条扒拉着家族群里婆婆发的信息 佳佳虽是成里姑娘 但她一点也不娇气 不但勤快还特别懂事 对我孝顺又体贴 能摊上这么好的儿媳妇 是我前世修来的福气 一条条 有的没的 全是夸我的 我脸一热 这才和婆婆相处一天 她居然给我戴这么高的帽子 我想在群里回一下 我没有她说的那么好 可是 这不是打自己脸吗 如果我附和着婆婆说 那就是甘愿往婆婆挖好的坑里跳 看来婆婆这波操作是准备站上风 想压倒我 没结婚时 我就跟我妈说 我一定会把婆媳关系处理好 绝不会像她和奶奶那样 硬碰硬 碰了一辈子 到最后老死不相往来 害得我爸做了一辈子的夹心饼干 所以 我是不准备和婆婆碰的 她既然在亲戚面前夸我 那我就照着她的心思做 俗话说 伸手不打笑脸人 我啥都顺着她 她应该就不会是幺蛾子了 这样我们就能和平共处 婚后第二天 吃完饭 我主动去收拾碗筷 没以为婆婆会过来阻止我 毕竟我还是新婚 对这个家哪哪都不熟悉 没想到 我抱着一落碗刚到厨房 婆婆居然拿着手机跟进来 对着洗碗的我一通狂拍 边拍边说 给村里那些不懂规矩的小媳妇们看看 标准的好儿媳是啥样 傻乎乎的我 还乐了 刷个碗 婆婆还炫耀 当时以为婆婆是在夸我 却没想到精明的婆婆是在破我 她的破技术还真是不一般 见缝插针都用 婚嫁结束 我们返程 婆婆要跟着我们去城里住段时间 刚进客厅 张鹏正准备把婆婆行李拿到次卧 婆婆拽着行李箱叨叨开了 催膝头老李家 而媳妇珍视的 把婆婆接到城里 还非得让她住主卧 说阳光好 老年人补盖最重要 我可不能没有眼力尽 给我个最小的杂货间 都成 婆婆这么说着 伸长着脖子 眼睛不住的往主卧挑 张鹏一愣 一脸苦笑看着我 婆婆这话里有话 连张鹏一个大老爷们都听出来了 我还能听不出来 我是一百个不情愿 房子如果是婆婆出钱买的 我也无话可说 关键是 房子四十万的首付款 是我爸付的 十五万的装修费 是我爸出的 主卧这三案多的床垫 是我爸送的 主卧我一天没住 新床垫一夜没睡 如果让婆婆先住了 我心里隔应的慌 我还在犹豫 婆婆又开枪了 有个好儿子不如有个好儿媳 现在不都是媳妇当家吗 张鹏 你以后啥都得听家家的 张鹏涨红了脸 拉着婆婆往次卧里走 婆婆一甩胳膊 一屁股赖到沙发上 婆婆这明摆着是让我说话呢 看着张鹏为难的样子 我一咬牙 算了 大不了以后挣钱再换个新床垫 我连忙招呼婆婆去了主卧 妈 您住这大房间 我和张鹏搬到次卧去 看看我就说我家家家比谁家儿媳妇都孝顺 这火车不是推的 牛皮不是吹的 得看行动 婆婆满脸褶子里堆的都是得意的笑 婆婆住进去没几天 我肠子都毁清了 现在又不冷 主卧里卫生间也只有几步的距离 婆婆偏偏低六个尿壶到房间里去 弄得整个房间一股难闻的气味 我忍不住跟我妈发牢骚 她知道我让婆婆住主卧的事 气得直出我脑门子 她说婆婆看我好拿捏 她会变本家立地 以后有我瘦的 没想到 我妈真是一语成戳 母亲节那天 我没给我妈买礼物 给婆婆买了个按摩椅 还给她买了磁疗腰带 养生泡脚盆 前前后后给她花了两千多块 连张鹏都感觉过意不去 婆婆却一点不高兴 她拖露一句都是老年人用的东西 我还这么年轻 退回去吧 看得让人心里怪不舒服的 当时我真想对她 不老为啥以老卖老 非要天天把尿壶弄到卧室里去 气得我心疼 但是到嘴边的话我又咽了回去 毕竟 以后和她相处的时间还长呢 真闹崩了 以后就更难相处 只是我真不知道买啥 才能买到婆婆心坎上 直到那次我妈来给我们送燕窝 婆婆羡慕地看着我妈 一个劲夸我妈皮肤好 我妈随口说了句 是我帮她办的美容卡 全靠保养的 我妈刚走 婆婆突然说 家家 我知道你是个贴心的好闺女 你妈有啥你就会给我买啥 只是 这美容卡你就别给我办了 我一个农村老太太不配 之前 我压根没跟婆婆提过办美容卡的事 她这话疑疑了 我就瞄懂 原来 婆婆也想让我给她办个美容卡 她还想打美容针 想保养身体 她只知道是我帮我妈办的美容卡 她不知道 那全是我妈自己出的钱 我妈一个月八千多的退休金 现在还在一家单位兼职 每个月下来 比张鹏的工资都高 结婚后 我就发誓不再啃我爸妈 想攒点钱 过两年养小孩 以后还得养两边老人 我自己连化妆品都是团购 专柜都不敢去了 如今 婆婆却想让我花上万块 给她买美容卡 我不想买 张鹏也劝我 别换着婆婆 自从我没答应 婆婆办美容卡的要求 我发现 最近她常常在家族群里 发而习不孝的视频 有的是从网上转发的 有的是村里人拍的 反正隔三差五总要发 最气人的是 她每次发完都一通感慨 说娶个儿媳妇多不容易 把半辈子积蓄都搭上 人家只疼自己娘家妈 根本不把婆婆放眼里 婆婆那发自肺腑的感受 说的情真意切 就像她自己亲身经历了似的 每次她感慨完 家族群里就炸开锅 七大姑八大姨都争着给她出招 有劝她回老家的 也有劝她让张鹏和我离婚的 也有说城里姑娘这素质够差的 声讨我的声音越来越多 彼时 婆婆就会在群里装死 憋声不吭 张鹏看不下去了 在群里解释 婆婆发的事 别人家的事 不是我家的事 晚上看电视时 她说了婆婆 不让她再整那些负能量的东西 发到家族群里 这样不知情的亲戚 还以为不孝的是我们呢 婆婆瞪了张鹏两眼 气羞羞地说 家家肯定不会让你说了我的 憋了一肚子气 都一言没发的我 就这么无辜躺枪了 我调整了半天情绪 还是陪着笑脸走过去 妈 您要是觉得我们做得不够好 您说出来 我们改 您年龄大了 有啥事可别憋在心里 我意思是不想让她在家族群里含沙摄影了 因为我发现 自从婆婆天天发那些视频 我们再回老家时 那些年长的亲戚 总是用一种异样的眼光扫我 扫得我浑身不自在 在所有人的压力下 我只能对婆婆更加上心 人心真的是难揣摩 你给她多 她想要的更多 婆婆也不例外 我掏心巴肺地对婆婆 她还是没能趁心如意 不知道她又在家族群里说了什么 中秋节那天我们回老家吃团圆饭 张鹏大舅竟然当着大家面训斥我 媳妇都会熬成婆的 给自己积点得吧 那一刻我彻底破防了 我被当众冤枉 张鹏脸气地发黑 婆婆在家族群发视频的事 她也知道无论怎么都说服不了她 回到城里 她连夜上网搜到一些博主对付这类婆婆的办法 她教我如果婆婆继续在群里发布笑的视频 就让我发我是如何孝顺她的 她每天让我给婆婆买一件东西 比如袜子 皮肩 衣服 不管买啥都让我发到群里 从选货到派送 到收获 甚至连物流更新的信息也发到群里去 这样我为婆婆做的所有事情 亲戚都能看到 过不久 舆论就会倒向我这边 张鹏的提议可行一解气 但是自从结婚 我在婆婆身上花了不少钱和精力 都没能换回婆婆的消停 我不想再用钱砸了 决定一葫芦画条反击她 她发儿媳不让婆婆住主卧的视频 我就发婆婆给儿子儿媳买房 装修的视频 还顺便把我爸给我转首付 转装修费的聊天记录 接停发群里 她发儿媳不孝时 我就发婆婆是如何虐待儿媳的 她发儿媳没在医院伺候婆婆 我就发婆婆做甩手掌柜 不做家务不带孩子 再顺便把我妈给我们打扫卫生的照片附上 我有时直接爱特婆婆 妈 这视频里婆婆可没法和您比 拆您差十万八千里了 有您这样的婆婆是我的福气 这样 我和婆婆开始一比一的标视频 有天张鹏唐嫂在群里问婆婆 原来张鹏城里那房子是家家娘家买的 连装修费都是人家娘家出的 你住在那里不合适吧 接着 其他和我们平辈分的嫂子 弟媳也都跟着问 婆婆至始至终没再回半个字 本想着 能和婆婆较量一阵子呢 自从我对着和她发视频 她居然再也不发视频了 有几次还凑到我边上 支支吾吾想说点啥 我心寒了 也懒得多和她说半句 婆婆不挑事 我也不吭声 我以为日子终于可以太平了 没想到 时光又给我们雕琢出一个小意外 那八节那天早上 起床后 我发现婆婆房间还没动静 我本想拉开门上班走 可是 张鹏前几天被公司派到东北出差 十几天才能回来 婆婆住在我家 万一婆婆出什么事 给张鹏没法交代 我推开了婆婆的门 她哼哼唧唧地躺在床上 原来 她跟人跳广场舞 连跳几天 突然膝盖疼得不能下床 我连忙请假 开车带她去了医院 找了医院的朋友帮忙 当天做了CT 结果婆婆膝盖薄膜磨损严重 需要手术 等婆婆做完手术 我让她在家族群里发个信息 现在冬天农村没啥活 看哪个热心的亲戚能过来医院 伺候她一个月 婆婆为难地看了看我 我鼓励她说 平时您发个视频 那么多亲戚都热情捧场 这正是您需要他们帮忙的时候 发一个吧 发完消息 婆婆时不时贴眼手机 奇怪的是 到晚上 群里都没一个人发言 婆婆碰了一鼻子灰 一整天都搭了这个脸 其实 护工我早联系好了 我也早料到家族群里 没人会来伺候她 就是故意让她发消息 让她尝尝难堪的滋味 我还顺便问了句 那 你有几天没在群里发视频了吧 婆婆 叶如 哪壶不开提哪壶 家家 其实 我早就想和你说了 以后你也别在群里圈我了 以前 我是担心你会对我不好 所以 我总想发那些视频警告你 让你有压力 你就会主动对我好 现在 我发现 咱俩这样针尖对卖囊的 除了让人家看笑话 没啥好处 这次住院 我发现了 除了张鹏和你 没有人真正指望得上 婆婆终于在我的反击下觉醒了 她说出来 掏心窝子的话 我也不计较从前那些了 这世上 哪有那么多亲如母女的婆媳 还不是磨了几次题 渐渐磨合出来的 遇上试经的婆婆 与其善良忍让 不如找出解决办法 锋芒一路 有效反击 婆媳之间 压倒谁 制服谁都不是本意 花点心思 把日子过好 才是最终目的 好了今天的故事 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